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挺难的 那威廉现在来揭晓答案 如果你有错的 那你要答应我再反复听几遍 直到听出来为止 好吗 来第二个开始 你听到的是 Can't I can't 它会带着一个尾音出来 有点不那么干净利索 那第二个 第三个 I can't 就完了 没有任何拖沓 OK 好 下一个 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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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一会看看你错了几个 然后再反复听 好 那第二道题呢 和第一道题有点相似 也是这个 但它不光是刚刚你听到的 Can't Can't 它还有have to has to 我们来看 当未来念have to的时候 你会听到这样的音 have to have to 好 第二个 has to has to 这是有斯的音的 所以一听就听出来 那怎么样 准备好了 听录音 开始 page 97 Exercise K Listening Listen and Circle the words you hear 1 We have to go to the supermarket 2 2 My son has to play his violin everyday 3 We can use business software on our computers 4 4 Borris has to speak english every day now 5 5 I can't cook italian food 6 Apartment building superintendents have to repair locks and paint apartments 7 7 That actress can't act 8 Our children have to use a computer to do their homework 9 Mr. Johnson can operate equipment 怎么样 听出来了吗 我觉得这个比刚刚第一篇是不是要简单一些 我们来试一下 来第二个 你听到的应该是has to 下一个 can 很好 have to can't good have to have to 它还是很简单的 Now next one can't have to the last one can't 怎么样 你都答对了吗 如果你两道听力题全对 那你太厉害了 可以命名为什么呢 尖耳朵了 对了 完全能听出来 好了 那么说着说着咱们今天的听力就做完了 那马上呢进入我们的鼠星星环节了 之前呢我们已经得到了七颗 那么今天会不会有第八颗呢 肯定会有的 因为我们这么努力在学习关于jobs这一课 所以肯定会有奖励星星 耶 太棒了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18颗星星了 孩子们要加油了 很快就到20颗了 加油加油 好 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来看作业 观看学习课程至少两遍 多则不限 这是下线啊 至少两遍 那重点的词汇 剧情一定要背和去读 在学习课程的时候一定要跟一面跟读 明白吗 好 那认识完成讲义的作业和练习题 但同时最后一项反复听录音要直到听懂听对为止 如果你光听懂了 然后你说啊 我听懂了 我听懂了 但是还错一堆 这是不行的 如果你全对了 这个时候才算OK呢 好吧 好了 那我们就下周回再见吧 拜拜 我可爱的微粉们 拜拜 拜拜